而对于连续发生农地被征收 引发了民众抗议 主管机关农委会又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呢 主委陈武雄今天在面对媒体询问时 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 他只是不断地强调 行政院长指示 特定农业区应该要优先保护 而如果这句话不只是说说而已 那么除了大浦地区之外 还有苗栗湾宝的农地 是不是还要继续盖后农科技园区 都需要重新评估了 农民下跪哭求问着指示想种田有什么错 农地要被征收拿去盖工业区 其中连政府花大钱规划的特定农业区 也难以幸免于难 执掌农业生产的农委会 到底同不同意这么优良的农地变成建地 主委陈武雄转述了行政院的指示 自己的立场倒是说得很模糊 特定的农业区 因为它是一个生产条件 规划最好的一个农业区 所以要优先保护 所以主委你到现在还没有同意 到现在问题他还没有 这些都还没有提出来 环平他还没有通过 特定农业区如果应该优先保护 首当其冲的就是苗栗湾宝的农地 还能盖后农科技园区吗 今晚农委会表明应该由环平来决定 不过却对现行的机制有意见 原本政策环平中规定 如果涉及农地变非农地使用 就必须由农委会决定他的上位政策 但农委会却要求把这个项目拿掉 连环保署都难以认同 环保署认为农地要不要变更 关键还是在于农委会的同不同意 如果不同意应该连环平都不要做 直接退回开发案 只不过看到农委会有决定权 却不见坚决捍卫农地的立场 这让不断抗争的农民不禁要问 农委会真的和他们站在同一边吗 记者林静媛邱福才林国皇台北报道